嘿各位好 我是興趣產的攝影師天手 那看到我呢 就代表是SIGMA又發表了最新的鏡頭 也就是大家又到了花錢的時候囉 那大家要知道呢 就是薪水沒有不見 是防燒香 自己會長出新鏡頭 你就這樣子催眠自己 欸 防燒香 終於天就生出一顆新鏡頭囉 好啦 那回歸正題 那關於買鏡頭這件事情呢 你開心 我開心 就只有錢包不開心 不過呢 把賺來的錢換成自己喜歡的東西 確實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那SIGMA在無反市場其實已經著墨好一陣子囉 從輕巧便宜的C鏡 到金屬鏡身的i-Series 還有引以為傲的R系列呢 都推出了非常多的鏡頭 讓Sony用戶呢 有別於原廠的一個非常好的選擇喔 那接下來介紹呢 就是現在正在拍攝的SIGMA 241.4 ART 應該稍微感受到就是廣角大光圈的FU吧 那這次最新的241.4 ART的主要對手呢 當然就是原廠的241.4 GM 那這兩顆的規格呢 是十分十分的接近喔 雖然說24GM是一顆已經發表了四年的鏡頭 但是它現在還正式迎來副場的對手喔 也就是手上的這顆SIGMA 241.4 ART 那等一下的影片呢 會跟24GM有詳細的比較 那當然也會有非常多的24ART的實拍喔 那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我們下載了一下 我們下載了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大家看完刚的实拍 如果你觉得这个镜头的拍摄的效果非常好的话呢 欢迎帮我影片点个喜欢 这对我来说非常有帮助哦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小小快速开箱一下哦 那第一个经验点呢 就是这个箱子非常的小 它跟16-28-28-70的箱子呢都是一模一样大的 那跟以往一样呢 就是R系列呢都会附赠这个镜头包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镜头本体哦 把塑胶带拆开 那我们先看到这颗镜头本体呢是相当的小巧哦 那给大家看这边有对Function哦 这个呢是FMF切换 然后FL对焦锁定 然后这个呢是MFL 那这个呢Click呢就是光圈你是要无段的还是有段的这样 那这边这个拨杆呢就是光圈的拨杆 拨开之后呢你就可以转光圈了 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它的说明书哦 这颗镜头的最近都要距离呢是25公分 呃表现还行 然后最小光圈是F16 然后这颗镜头的重量呢是520克哦 这个东西呢是Sigma针对它的镜尾 你可以把滤镜呢切成这个形状 装在它的镜尾上面哦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样你就不用在前面一直换来换去哦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好的设计 你只要有滤镜片呢你就可以把它切出来然后装上去咯 那现在呢我们把镜头装到机身上面给各位看一下整体的握持感受 有遮光照看起来蛮搁的 然后把遮光照拿掉之后呢我个人觉得会比较适合这个镜头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这颗镜头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吧 那这次这颗镜头呢整体镜身设计是十分的专业 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呢就是MFL 那这MFL是什么呢就是 因为我们专业镜头上面都会有AF跟MF嘛 就是我们直接切换成MF去做拍摄 那在拍摄星空的时候呢通常都是要用MF 因为我们对到无限远的星空之后就不会再动镜头了 我们在碰到我们的对焦环 镜头也不会去做任何对焦的动作 也就是说假设我们在拍摄星空的时候呢 我们对完焦我们就可以安心的移动我们的相机 都不用怕再需要重新对焦哦 所以我觉得算是一个不错的功能 啊怎么现在才出现这样 会让我们在风景摄影上呢更可以安全的去做手动对焦 那镜身大小与对手24GN比较起来呢 两者镜身大小呢是非常的相近 但是论按键配置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 24ART的按键配置确实比较丰富哦 那遮光罩装起来的话呢其实可以看到 24ART会比较霸气它的遮光罩比较大哦 重量的话呢也是24ART比较重一点 24ART的重量呢是520g 20GN的重量呢是445g 但是实际上手之后呢我觉得握感算是还好 因为两者的长度呢其实差不多的 那话不多说现在就来看大家最在意的画质比较吧 那在F1.4的时候呢中央画质十分接近 边缘画质也十分接近 那F2呢中央画质也是十分接近 边缘画质却看得出来GN有明显的改善 比ART还要更好一点点 但射闪的话呢则是ART比较少哦 F2.8呢两者的表现基本上就平分秋色 中央画质跟边缘画质都相当的优异 唯独GN还有一点点射闪 那F4到F5.6呢跟刚刚几乎一模一样 除了发射差以外呢两者画质根本一样哦 那F8跟F11呢也是跟刚刚一样平分秋色 GN终于改善射闪 不像前面的休旅车都还看得到一点直直的射闪出现哦 那F16呢是两颗镜头的最小光圈 画质上呢两者都有小小的衰退 但是完全都是可以使用的状态哦 那看完上面比较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省先打架 就这两颗镜头的画质真的是都非常非常的好 那说老实话呢F4ART这样的画质表现 基本上是完全不需要担心的 你带出门呢随便拍随便对焦都非常的好看 它光圈全开在特写任何事物的时候呢 其实画质都是十分十分的良好 所以我的建议呢就是这颗镜头完全不用担心它的画质表现 确实有R系列的水准哦 那我们现在来看两颗的对焦速度 先跟各位说就是 这个测试结果让我十分十分的意外哦 那在拍照模式下呢我们通常都是用AFC去做测试 因为AFC可以最真实的炸出这颗镜头的对焦速度哦 一样呢也是配上现在最新的A74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24ART竟然比较快速 而且还非常非常的明显 这个结果呢让我十分的意外 因为GM镜头呢也是有强调它的对焦速度的 但是没想到这一首SIGMA打得非常漂亮 对焦速度是超级明显的快过于24GM的哦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录影对焦 因为这颗镜头的整体的规格也非常适合拿来录影 像是我现在就在录影嘛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对焦表现怎么样吧 那机身设置呢调校灵敏度跟F速度都是最高 那结果一样呢可以明显的看到24ART的速度比较快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喜欢用24M去做街头抢拍等等的话 我个人强烈建议你就是24ART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不要忘了 我好看 你 кат三个天啊 我好看 大家久不见 我好看 我好看 我所有的男人都脑子 这是一片 我好看 那么看 我好看 我好看 你 你 从 mask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兩顆鏡頭的最近多角距離還有閃景的表現 這兩顆鏡頭都擁有F1.4 那它的多角距離表現其實都相當不錯 24ART的話是25公分 24GN的話則是24公分 那兩者在最近多角距離的時候 畫質都沒有明顯的下降 表現都還是十分優異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閃景部分 那在夜間情況下兩者的閃景是十分十分的接近喔 要非常非常細微的看才會看到說24ART有一點點洋蔥圈的感覺 但是就是有一點點算是非常不明顯 那角落看起來呢 GM的閃景可能會比較貓眼一點點 但是也就一點點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白天的場景 那基本上呢兩者真的都十分的接近 除了發射以外呢 我們非常難一眼分辨出來哪一邊是哪一顆喔 所以上述的結論呢就是 完全不用用閃景去區分說 我應該要買24ART還是24GM 那我會特別講閃景是因為 有些鏡頭的閃景真的會有不一樣的差異 好的那現在到了總結時候了 大家也可以一邊看實拍 一邊聽我做結尾喔 那整體來說呢 我比較想講的是使用者的體驗 24MM定焦呢 一直是所有廠商都會推出的焦段 有了F5.4呢 其實也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 重點可能在於呢 Sigma這次也把24MM F5.4縮小成這個樣子喔 那這顆鏡頭我的感受呢 是其實超級適合旅遊或是街拍 人像也不錯 旅遊的話呢有大光圈 晚上更不怕手震 加上我們可以用更低的ISO去做拍攝 畫面會更為純淨好看 那關於街拍的話 我其實是一個常常使用F5.4裁切的人 裁切之後的35MM焦段也是一個 非常適合日常拿來使用的焦段喔 那再加上這顆鏡頭的對焦速度是 非常非常的快速 大家都看到上面的結論了吧 以工作上來說呢 我覺得完全不需要擔心喔 像是現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對焦體驗 嗯 它的對焦表現呢 真的是超過我的想像 那大家看這張照片可以看得出來 開裁切跟沒開裁切帶來的張力感受真的不一樣 24端F1.4的張力呢會真的非常的明顯喔 1.4大光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爽喔 我原本覺得24MM為什麼要這麼大光圈 但是實際使用之後發現 拍起來真的很舒服 好啦那如果這次的評測對你有幫助的話呢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打開小鈴鐺 我是興趣的攝影師Enzo 謝謝各位 掰掰 我是OtotoIo 謝謝你 阿神 g我 掰掰 我們會見到 咦 我們下次再見